大家好,我是菊藏,欢迎收看本期创业汽车 天资的网约车服务越来越多,除了我们最常见的滴滴打车,还有什么守约汽车乱七八糟的 在这些网约车平台,有一部分是专职司机,还有一部分兼职网约车司机 那么这些兼职司机只是为了挣个零花钱吗?滴滴司机,你还是太天真 网上有一位兼职网约车司机就透露,他们跑网约车根本不是为了挣钱 因为根本挣不到钱,很多时候他们在接单的时候,赚的钱可能还不够路上的邮费 而他们兼职跑网约车的主要原因只有两点,为了解闷,或者是想要认识更多的漂亮妹子 其中有一个网友就明确表示,他做兼职司机就是在给自己找对象 还会根据对方的声音判断要不要接单,声音好听的就去,不好听的就会委婉拒绝 这个世界已经这么残忍了吗?不但要求你长得好看 还要要求你声音好听,真的是有点过分 另一位已婚的兼职司机表示,他跑兼职,直接顺路的 因为自己不想开车,就想找个顺路的一起 对方帮他开车,他不收对方的钱,路上两个人还能聊聊天什么的 小伙伴们,对此你们有什么看法呢? 欢迎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留言讨论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小伙伴可以关注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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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